中山区通话里长徐立林向基隆市议员宋伟丽反映 中山二路李明会堂附近编号W28号路灯不亮的问题 宋伟丽特地办理会刊邀请基隆港务分公司和航港局两个单位人员到中山二路现场查看 两个单位人员互相争执 更意外扯出该由谁维护修理的问题 因为当年分家时财产清测不清楚 导致现在的权责不清 没有人想要维护修理一个路灯的灯泡 最大收获就是航港局跟港务分公司 他们一下午要到现场去盘点 然后去责任的归属 那未来呢我们就可以向有关单位 全署单位 我们可以跟他们讲说 我们的路不平啊或者灯不亮 这句话他们就会来修复了 宋伟丽指出因为当年划分成基隆港务分公司和航港局两个单位时 只简单以港部内和港部外的土地作为两个单位的权责划分 并没有在路灯这方面有完整清楚的财产清测 才造成现在这种权责不分的状况 幸好两个单位约好将再重新盘点造册 区分好相关权责问题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